TVBS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米奇 哦不对啦 是我啦 我是维尼 大家好 我是维尼 用不同角色的声音 向镜头打招呼 想到了吗 最近你一定在IG看过这个影片 米奇妙妙屋 米奇 哦是我们啦 上架两周观看次数 已经突破162万次 竹叶式影像制作的维尼 今年生日刚好没空剪作品集 才轻松做配音影片 结果一泡而红 粉丝数暴增25倍 有一点有点吓到 其实我本来是有打算 要认真经营IG的 可是我经营的方向 是要往影像方面 就我没有想到变成声音方面 其实维尼对声音表演的启发 从国中开始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 因为我在开始拍影片 我有试着在用什么 威力导演开始玩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也想要有一个这样的旁白 然后就试着揣摩了一下 然后就是因为那样 然后开始 就开始模仿一些角色 这回影片 就连正牌三斤四仪得仔 都来留言提点秘诀 采访现场为你直接开课 米奇怎么学 米奇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话 是有点变成假音的感觉 你在唱歌的时候 做一个假音的转换 然后把声音拉高一点点 好主播各位观众 这样吗 其实有一点 有吗 好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上可以看到 两只米奇在讲话 我们要这样子一直对话吗 观众会转台吧 没关系我们换一下 可披 不对 这是河马 刚刚脑袋没有转过来 水某 这是米奇在讲水某 水某 要再厚一点点 水某 快变胖苦了 放弃 还是回归记者本业好了 真的是每个声音都藏着 不同的奥妙 也期待维尼之后 有更多新作品 跟大家见面 TVBS新闻高子瑶 许云婷 维尼采访报答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